景气回温了嘛 我们来看这个现场 这个星期天呢 台北市政府有一个就业服务处的活动 那么40家厂商总共提供了将近6000个工作机会 其中呢 最吸睛的这位面试官是艺人白云 他为自己所投资的殡葬业要找员工 穿着西装搭起领带 这面试官竟是搞笑艺人白云 我是白云 我今天来这个地方 不是来搞笑 是来真的要征才 原来白云跨足投资殡葬业已经有8年 这次和北市府合作征才 首次当面试官 新鲜得很 白云还说第一关外表惊喜很重要 毕竟面对的都是丧着脸的顾客 尤其这行薪水不错 抢着面试可多着呢 其他行业的收入略高一点 略高一点 因为他辛苦 他是24小时standby 工作得24小时standby 但有可能闯百万年薪 不过很多人自愿降低要求 月薪2万5就满意像吴先生这样要求不高的清贫族 主机处发现30岁以下的受雇者 61.5%月薪不到3万元 其中不到2万元的占了16.5餐 更明说整体有近纠成 月薪不满4万元 年轻人心情差得很 签过那个切记书 一定超过22k 北市就业处强调 其实今年起薪有上升 包括餐饮业 零售业都有不错的薪水和福利 以这次联合40家厂商真才 就释出近6000个工作机会 也让人秀出景气回温的香气 中文新闻 曾经勋路易台北资访报道